弟兄姐妹,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礼拜 感谢主,那不是代表说反正这个礼拜过了,还有下一个礼拜 不是的,每一个礼拜都告诉我们说 新的恩典,新的怜悯,新的祝福,新的神迹 要行在你的这一个新的这一周的里面 弟兄姐妹,感谢主带着信心来过 这个礼拜必是你这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礼拜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三章十一节到十六节 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人正在身为所罗门的廊下 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绝西齐,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西齐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前者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伊萨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主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 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益者 反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生命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依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见证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那弟兄姐妹,彼得特比斯他讲说 为什么你们把这件事情看作稀奇 当然是稀奇啊 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竟然能够起来行走 因为他天天都坐在那个地方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人的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甚至也曾经施舍过给他 所以没有人不认识他 但是现在看见这个人跟使徒们一起走着 跳着在那边赞一声 他们怎么能够不稀奇呢 可是彼得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不要定情看我 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个人行走 不是的,不是的 那不是凭着你们的能力 那是凭着谁的能力呢 使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人 可以起来行走呢 那当然是得着荣耀的耶稣 或者是说证明了耶稣已经得到荣耀 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 以至于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所以当使徒在那边说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事就这样成了 那人的脚和画之骨立刻就健壮了 那他就可以不但跑着 这个跑着,跳着 能够来赞美圣 所以弟兄姐妹 十六节他说 彼得在那边宣称 他说我们都是为这件事情做监督 为哪一件事情做监督 就是耶稣死而复活 耶稣已经复活 所以这件事情才可以继续的下去 如果耶稣已经死了 那这个事情就 这个所谓的事情就到此结束了 是不是 但弟兄姐妹感谢受 耶稣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办法结束 他们明明看见 耶稣已经被钉在石架上 被放在坟墓里面 他们明明看见了这件事 那如果耶稣就这么结束 那一切就都完了 一切就成为过去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得到 奉耶稣的名 你能够叫他能够起来 证明一件事 耶稣是从十天复活 耶稣是活着的 耶稣不是死了 耶稣是活着的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彼得所宣称的 他说 因为他说我做这个 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所以他说我们因为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这个人健壮了 全然得到医治 现在弟兄姐妹 耶稣是不是还是活着的呢 当然是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照样可以靠耶稣的名 可以叫我们的病得到医治 阿们 我们所有的困难 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的名照样可以使我们得到医治 为什么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为他没有 这个圣经讲 我们的主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他都没有改变 他昨日就是讲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曾经做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使得是瞎眼的看见 瘸腿的起来行走 长大忙后得到解禁 受压制的得到自由 被捆绑的得到释放 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照样做这样子的事情 在非洲 很多的人就要看见神 看见耶稣基督大人的工作 今天我们也要一样 每天天都要看见 奇妙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耶稣说 我把我的名赐给你们 你们奉我的名 向父求什么 父就会应允 弟兄姐妹 他也应许我们 我们在地上 就有三两个人 同心合意 奉耶稣的名求 我们在地上所捆绑 天上就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 天上就会释放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恢复 教会的这个权柄和能力 我们要一起来 来经历神奇妙 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 耶稣的名 是至高之名 祂的名胜过仇敌 胜过魔鬼 也胜过一切的疾病 也胜过我们所遭遇的 每一个困难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就来祷告 我现在 我要奉耶稣基督 医治你的身体 不管你的身体 在哪里有问题 你就把你的手 放在那里 我要奉耶稣基督 现在 我要奉耶稣基督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医治 所有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所有的疾病 主啊 当我们手 按在那边的时候 主啊 你就知道 我们那个地方是有需要你的医治 并且我们相信 主啊 你是我们的医治者 主啊 感谢你 虽然医生也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主啊 常常医生的帮助 是没有办法彻底的 而且医生的帮助 常常会带来副作用 我的主啊 我祷告在你面前 感谢主 因为你受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到医治 因此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 吩咐所有的疾病 离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你当日怎么样 彼得怎样奉 主啊 你的名 主啊 叫这个 生来是瘸腿的人 站起来行走 主啊 我也现在要奉耶稣基督 吩咐主啊 所有缠在我们身上 主啊 特别是那些慢性的疾病 主啊 我们要多求你 现在就要让这些病 远远的离开我们 主啊 让我们得到医治 不管这个糖尿病的 或者是心脏有问题的 主啊 或者是血管有问题的 主啊 神经系统有问题的 主啊 或者是循环系统有问题的 主啊 内分泌有问题的 主啊 有忧郁症的 主啊 或者有恐慌症的 主啊 你现在你就要来医治他们 让你医治的大能 进到他们的里面 主啊 感谢你 奉主的名 恩高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主啊 就是因为你的名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名 你的名就叫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 得到医治 这样我们可以完全的起爱 有些人是晚上睡不着觉 主啊 你医治他 让他们能够睡得安稳 主啊 让我们白天有能力 有力量起爱 主啊 感谢你 感谢你 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忌口 主啊 让我们能够 主啊 能够管制我们的口腹之欲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吃健康的东西 喜欢吃健康的东西 主啊 你求求你恩高我们 让我们养成运动的习惯 主啊 每一天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 使我们可以一直保持我们的健康 主啊 感谢你 我们健康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身体来侍奉你 谢谢耶稣 荣耀贵给你的自己 主啊 感谢你 我也要奉耶稣祝福 主啊 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 也是不是依靠才能 主啊 主啊 我们是需要努力 我们需要用心 但是主啊 感谢你 使我们有百倍果效的乃是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啊 感谢你 求你把给别人得不到的祝福 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 主啊 让他们尽量有百倍的收成 主啊 尽量他们会经历很特别的事情 主啊 赐给他们 主啊 祝福他们 让他们奉献的能力 主啊 不断的不断的被证 主啊 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在财务上 也经历你自己的丰盛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